所以這段影片是你的出鏡率要達90% 那麼多?你給我的相機我拿吧 你好我是Mira 經常都在很多韓國Vlog裡面的留言都會看到 Mira你究竟什麼時候會跟Liz寄臉啊? 你究竟什麼時候會跟Liz拍片啊? 所以呢 今天終於要如大家所願了 今晚我就約了Liz認識 所以我今晚決定拍片給大家看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Liz出去的 也有拍過片 不過那個片段是非常短的 所以大家可能沒什麼特別的印象 所以今天我要盡量讓Liz上多點鏡 好 現在我就要快手地化妝 其實我現在已經上了底妝 打了陰影 然後我畫了眉 我想說其實我這麼眉 今天畫得非常不好看 原因是因為昨天我就收了眉 但我收眉就收得不太漂亮 然後我最近用的眉粉 你看到嗎? 它這樣整個整個掉了出來 所以今天我用了第二支眉筆畫 然後我是非常不熟悉的眉筆操作 而且今天想順便跟大家介紹一個 挺好用的 而且我都用了應該超過一個月的化妝品牌子 這個不是廣告 純粹是當時我在台灣 沒什麼大化妝品的情況之後 我就去買 然後發覺好用的一個牌子 原來這個台灣的本地品牌叫做 HIMI 看到那麼多痕跡就知道我用了很多次 那我的眉 就是都是用HIMI的眉筆畫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特別好用的東西 因為首先就是它的顏色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的頭髮比較淺色就不太適合 而且也很顯色 所以如果你是一下覺意就大力了 就好像立不小心眉 我覺得我今天眉筆是因為深色的 但是算了 所以HIMI的眉筆我就不是特別推薦 但是我覺得它的眼影是非常好用的 現在馬上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眼影我記得它只有兩款而已 這個是偏比較橙的系列 另外有一個偏比較粉紅的 它裡面會有一個小的掃 我自己說通常這個月來 我都是這樣的方式去化眼影 用最淺的顏色這樣 整個眼窩打底 下面也有一點 然後就用第二深色 啤橙紅 畫去 眼尾 然後用剩下的一點 我會在眼前面這個位置這樣 做一個眼窩的感覺 以珠光來說我覺得這個和這個都太橙 和太深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個線紋 我就會用霧名紙這樣 輕輕地點在上面 超級漂亮 這個邊邊 然後我自己就會這樣 用手指去blend鬆它 可以等這個位置自然變得更自然 你看 你看 超級漂亮 真的很愛它 然後我就會加一點這個 啤色 巧克力啤 靠眼線的這個位置 輕輕拉一點 做一個 一點點陰影 限線都是 這裡 HEMI這個牌子不是出了很多款化妝品 眼線的那種也沒有 所以這些就會用回自己 這個就是我的最愛at you the house的眼線筆 我用了第二三支的一個霜頭的蜘蛛 但是我最近就不太喜歡塗下眼睫毛 因為夏天畢竟天氣太熱 我覺得它會減少抗油的功效 還有一個步驟就是塗這個stila的閃粉 它的色號是這個 是有塗這個閃粉的沒有塗 會塗得很遠的 讓我先化在這邊 再回來 讚 基本上我平時的眼妝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通常喜歡一個眼妝的話 我就會不斷化它 所以現在基本上我純熟到 一分鐘就可以搞定一隻眼 所以我化妝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因為煙脂的話會選這個 它裡面算是包含打亮修容 還有這個煙脂的 那我就會用橙吃這個 它算是頗常吃的 你看不看得到輕輕輕輕 就已經很顯色 好 接著就到嘴的部分 嘴的部分 我就買了兩隻 一個就是tint 然後它是霧面的tint 一個就是用來做漸變的 深色一點點的唇膏 上任何唇膜產品之前 一定要塗潤唇膏 剛才化妝前我們已經塗了 我覺得顏色是挺漂亮的 它是一個很nude 然後偏粉紅的 算是珊瑚色 它不是特別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我試過很多韓國品牌 他們推出的 pint matte系列的唇膏 都是不會很乾的 但是這個感覺上 炒上醉之後 會有一點點乾乾的感覺 但是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只不過會擔心 如果我幾個小時後 我補妝的時候 會不會嘴唇很明顯 或者會不會覺得嘴唇很乾 會有點擔憂 但是是一個很鮮明的顏色 所以基於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關係 所以我也有保持著用它 它這個顏色是這樣 它的包裝是這樣 然後這個呢 它的顏色是Twilight 我記得我在Watson's那裡選了 實在有很多顏色 我覺得它的顏色 沒有韓國的那麼sharp 和那麼多款 韓國女生比較喜歡 大紅、大橙、很鮮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Himi他們 可能因為台灣人沒有那麼接受到 那麼鮮艷的顏色 我不知道原因 但是顏色是偏斯文款的 現在就擦在唇的中間 其實這樣畫上皮膚 就這樣看它的顏色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不要說它的顏色 可能說它的顯色度 我覺得是挺高分的 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塗上嘴之後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滋潤的產品 持久度我亦都覺得 不是說非常的幼 就是可能會用完東西 其實已經會沒有唇膏 你就要重新再補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他們這個眼影 而且因為是台灣品牌 然後它的定價又不算太貴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有機會 下次去台灣的時候 我會買了粉紅色那盒 除了它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好 因為我在台灣用過 我在韓國用過 我在香港用過 我在英國和法國都用過 然後 都是不太怎麼甩的 所以真心超級推薦大家 但我覺得呢 我的黑眼鏡好像有點大 先加一點遮瑕膏 忘了塗遮瑕膏 噢 差很陽 拜託 又是雲大 通常吃飯都是去雲大 不知道你慣性 喜歡你雲大 Hi 我拍VLOG 我們今天VLOG 因為很多人都說 想見我和你的VLOG 所以我為了你就會 所以這條片呢 是你的出鏡率 要達90% 這麼高的 你不想給我拿 哈哈哈 好了 超級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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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應該先從這個洞進去 要先付錢 你先付錢嗎? 這一疊是一疊五萬 全部黃,吃一疊黃 剛剛看見的就很黃 而且如果你是拆的會搶我 當然啊 一搶就看過面,你不要去冥冬 很久會見到這些情況 在韓國燒好笑,我看到多多 我自己都很不習慣 你現在紋的手指有淺腥味,我都不太煩 好漂亮啊,有很多奶油 她的賣相非常好 我覺得這裡很適合用來約會 今天我和你 有時候花生不陪你 吃東西,吃東西 好吃 好吃 這間店要私床,要介紹給大家 今天是星期日,現在是8點半 應該是要有任務 人都去那邊,看了草地 或者另一個9號就去那邊 嘩! 嘩! 好棒 她這個好棒 好棒 但我覺得她的份量挺多 我們還點了3個 這間店會經常吃 我知道為什麼會不算多人 因為價錢其實不是低 要兩個都上班 或者是慶祝一個 某一個旅程 一定可以來消費餡 不是說我今天一、三個都來吃餡 而且如果是韓國 年輕的話,應該是比較 有一點負擔的 我覺得你點的有點多 不知道可能是這樣 我試試看 這個是重口味的 因為你是吃慣炸口味 但我來的時候剛剛 很重 但我覺得我這個口味 我身邊的人 大概都跟我差不多 很重口味 如果我一天吃了這個 炸飯的炸飯,我都不敢吃 你90%要出來 這碟裡面是有蒜頭 然後它是圓整的 圓粒的出來 然後我們也嚇到 因為吃起來是洋 聰明的蒜頭 是很甜 是有甜 然後你吃完有一點點辣 這裡是敬你的菜 敬我的 我私藏,大家不要來 不怪你一眼 我們吃到沙門了 其實沒什麼怎麼拍到 我們在聊天 聊天的內容 好像不可以拍出來 這些東西很私人 不要讓大家知道 我想回去收拾洋女士 她很擔心 難怪是我 我心臟敲 小心車 幸好 他們經常在最後一年才收拾 因為通常我 飛之前的那晚 都是沒得睡覺 快點收拾東西 搞什麼 你現在還在街上做什麼 現在很大風 其實韓國現在是7月初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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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穿外頭 我走了 快點收拾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已經充分地上鏡了 還很大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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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到家了 是不是真的有求必應呢 為什麼呢 我和朋友們出街的時候 多數都是拍不到Vlog的原因 是因為 好像剛才這樣 其實我們 我們真的聊一聊一聊 但是很多時候 聊一聊就會忘記了 會有相機的存在 然後就會忘記了 要拍下所有發生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我的情況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見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Vlog 就幫我 記得Follow 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 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好小鈴鐺 就不怕做過最新的影片 我現在就要執行你了 下條影片再見啦 下條影片再見